今天是本年第一次新春开讲 现在还是新春的正月 首先向各位拜个年 恭祝大家万事如意 法习充满福德 这是精进 最后那一行开始 经文我先念一首集 释放一切诸众生 二圣游学及五学 一切如来如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而且寄宋就是把前面的长文 用整齐的句子再说一遍 那么前面的这个文 最重要的是讲菩萨菩萨十种大愿 这个十种大愿非常重要 我们说净土的念佛法门 最重要的就是三种资粮 一个是心 一个就是愿 再就是行 行就是念佛 这个愿呢 偶尔大师都讲过 我们念佛的人 能不能够往生 极乐世界 就是在看 有没有这个愿力 这是决定的 决定有愿 一定能够往生 至于说 这个 往生之后 在极乐世界的品位 他有九品往什么 品位是高 是高到什么程度 那就看各种念佛的功夫啊 如何了 因此呢 这个 这个愿呢 愿当然 这个其中包含有心在内 心愿呢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普通的讲这个 讲三子两 讲心愿行啊 必得要研究 普现普的这个大愿 然后才知道这个愿 哦 这样的这个 啊 广大无边呢 然后才能够 知道我们这个要发 怎么样的愿呢 这样我们念佛 一知名其来 他才有 你的功德 这个力量 才能发挥出来 我们去年放假之前 讲的一手机呢 就是 这个忏悔恶业的 那么忏悔恶业啊 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 在世间的这个众生啊 为什么有 很多很多的这些苦恼 这个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灾难那么多 对 这就是自己造成的 自己心里有种种的 这个 贪求的心理 给人家这个 这个 呃 自己有很多 这个这个 执着的意见呢 给人家不能够调和 造成的这些环境啊 所以说了很多 这个 麻烦问题来了 这是小问题 大问题就是 呃 生老病死 这个生死大问题 呃 那么这个 我们如果要是 忏悔的话 呃 不要认为 我 我们没有做什么 不对的事情 那 那就是不能够这么说 我们每个人呢 呃 从无时节以来啊 我们所 做的那些 不合理的事情 有伤害人的事情 太多了 啊 如果说就 这个纯粹理论上来讲 如果说我们是 完全没有 做这个 这个有 损害别人的事情呢 那 我们在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来 来 呃 来 障碍我们 来干扰我们的 那我们是在世界上 任何事情都是 办得 通行无阻啊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 不会这样的 那就证明我们所做的 很多事情 我们是对不起人家的 所以才有这些障碍 这是业障碍 这些业障碍就是我们 随时的要忏悔 随时忏悔 那个儒家经典 要讲的 忏悔之后就是 这个有新的 新的这个 就是把我们本性里面 那个 这个道德能力 发 发 发挥 出来 所以如学今天就是 苟日信 幼日信 啊 假设我们今天 一忏悔 我们心里能力 心里这个 这个道德显示出来了 啊 重新了 重新做人了 天天如此 天天如此 那我们这个 这个业障 一天一天的减轻 自己的这个 本有的那个能力 一天一天 那个扩通 往外发现 那我们这个道业 我们这个 这个道德的就是 那就是天天在进步 那这样念佛往生 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是忏悔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去年讲过 今年呢 我们就是说 开始刚才念的 那是要这个随习 随习功德 那是也非常重要 耶稣啊 就讲那个 功德 功德 什么是功德呢 凡是做的这个事情啊 有利于人的 啊 有利于其他一些 这个 有情众生的 这个 就有这个 这是一种 呃 事情啊 做出来 就是一种功德 啊 那么这种功德 有哪些呢 哪些人做出来的呢 这 这个时候节子里就讲了 十方一切 皆都众生 十方啊 华严经里边呢 不讲的 不讲的一讲就是 十方 啊 十方就代表一个圆满的 那么这个 就是包括这个整个的 那么这个 十方世界啊 就是东西南北啊 再加上这个 东南西呢 这个 四方四语 再加上下 有个十方啊 十方不管我们在任何一个地点 由这个地点往外延伸 十方往外延伸 延伸这个世界是无限 无止境 那么我们就拿我们这个 苏婆世界来讲 一个苏婆世界就是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地球就很大了 这个地球在这个苏婆世界当中啊 那又不知道由于渺小到什么程度了 那么像这么多的世界 组成了一个苏婆世界 这个苏婆世界 叫做堪忍啊 能够 因为这个苏婆世界很苦的 任何众生在这里都很痛苦 痛苦虽然痛苦 但是呢 他能够忍耐 能够忍受 叫做堪忍 我们这个 这个堪忍的这个是 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一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是多得很了 就以这个世界 做中心来讲吧 往外 往外这个 这个想 想吧 拿个十个方向去想 那没有时间 多 外面还有世界 又有世界 重重无尽的世界 那么这叫释放 释放世界那么多 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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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之内啊 一切的 都 众生 都 众生 什么呢 这是讲众生啊 啊 世界之内有 有六 六道 六道 三幅众生 六道 三幅众生 那大家都知道啊 有最高是天道的 其次呢 就是我们人道 人家 啊 那么再也就是 恶修罗道 恶修罗道 天上也有 人家也有啊 那么 出生道也有 下面就是 出生道 啊 恶鬼道 地狱道 六道 这六道 就是凡夫众生 啊 那么 这个凡夫众生 叫诸众生 那么一切诸众生 一切诸众生的 众生的 所以是六道 六道里面的 这个各个众生 也不相同的了 就拿我们人道来讲 我们人道的众生 有中国人 有外国人 我们这个地球上 在这个南州啊 四大部州 属于南 南部州的 南部州的人 是这样的 那么北部州的时候 又是一样 所以西部 东部 他又是一种 所以这是种种的 这个 不同的六道 众生啊 这叫诸众生 这个 十方世界 十方世界 就是数都说不清的 太多了 那个一切诸众生啊 这一切诸众生啊 都有功德 都有什么功德呢 天上的 凡是要 基本的要修十种善业 才能升到天上 那么 这是余界天 要升到 四界天以上 那个都要 要修着定功 才能升得上来 这都是 你新 十善业 对人家有好处 那个当然 这是功德了 我们人家呢 人家尽管是做 不管在过去 现在 这个做坏事情的人很多 就是造恶业的人很多 但是也有造善业了 就是那个在恶的人 他有时候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 也会做一些好事情出来啊 这都是功德嘛 那么人家不必说有功德 再说 这个下山族里边 出生到 出生到 有好多那些出生的也还不错啊 你说这家里养那个 那个 这个 狗吧 这个狗 他就是忠心耿耿的 对他主人啊 现在有我们人道里 有好多人还比不上狗啊 那狗也有很多功德了 其他的就是 那么这个 恶鬼道里边 恶鬼道 他是因为做了恶事前 才堕落到恶鬼道啊 可是恶鬼道当中 他也有好的鬼啊 那些鬼一生的话 他对于善人 他还要护持 对于是他的功德 就是最苦的地狱道里边 地狱道的时候 他为什么堕落到地狱道呢 就是他杀父亲 杀母亲 啊 这个毁报 这个佛法 种种的 做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他才堕落到地狱 受了 这个 这个 最痛苦啊 啊 那苦都不堪言状了 他有什么功德 但是啊 这个 虽然如此 他 他还能够 如果说他是 堕落到地狱 永久不能这个脱离的话 那就是 那就没办法了 他堕落到地狱 不管时间多么长 他还有脱离的时候啊 能够脱离 他凭什么脱离啊 就凭他由 这个善心 以启发的时候 他才能脱离啊 所以这个 我们道场里面 都是工作 有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他要 发愿呢 度化 这个 三个道理的众生 当然人道众生 他也来啊 啊 那么 三个道里面 他的地狱道里面 他就去度化 地狱道的众生 如果说地狱道 一点善心都没有 完全启发不来的话 那 那这个 地藏菩萨去也没办法 地藏菩萨 所以能够到地狱里面 能够把地狱 地狱里的众生 能够 度化 让他出地狱的话 租进地狱里的众生呢 他也有 呃 呃 呃 因缘道了 他还可以 启发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善心 可以发得出来 他才能出来啊 这样说起来 地狱道的众生 也有功德 所以诸众生 六道的众生呢 都有这个 呃 呃 呃 这个功德 呃 按住啊 公九十四方 二句 二圣有学 即无学 上面第一句 那个第一个十方 这两个字啊 一直灌到下边 上面一切诸众生 是十方的 下面讲二圣有学 即无学 也是十方世界的 十方世界的 二圣有学 无学 二圣什么呢 我们 现在是修的大圣法美 修菩萨道 二圣是小圣 小圣中圣 小圣呢 是 这个 什么叫有学 什么叫无学呢 他开始 学佛 学佛啊 先要把这个建活 断了 建活 什么是叫建活 建是建界上面的 知见方面的 这些个 啊 呃 包括那些 所所看见的 不正确的 错误的 活呢 活是 呃 这是一 呃 种种的这个 呃 弄不清楚了 啊 建活就指的什么呢 呃 这个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把 我这个 呃 每个人都说 我在哪里啊 这就是我 呃 把这个 假的 这身体 还有呢 自己 人家认为 我能够思想 这就是自己 我这个思想呢 不是真理 不是真我 这个思想 今天想的 这个事情 过了一夜 到明天呢 想了一会儿 这个念头又转了 拿不定主意 这个怎么能说是我呢 就是假的 你不 任何人都拿 把这个东西 当作真我 这就是 这就是 身见 本身上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这种 见解 这就是 迷惑颠倒 由这个 身见 发挥啊 其他 不正确的 这个 呃 比如说是 边界呢 呃 这个 断界呢 所谓边界 断界 是不是 就是 把握不到 中道 呃 这个生命呢 是过去 有没有啊 未来 有没有了 这叫 这个 断界呢 种种的 唯无主义的 叫这个 断界 这个 最学上 常常讲的 常见呢 哎 我这个 这一期 生命死了以后 再来上海 是在人家来啊 这个 这个都是 不正确的 这些 见活 不断的话 智慧 开不出来 找真 我也没办法 找到 毕童 首先 把这个 这些 见活 断除 那 见活 很多 刚才讲的 举一个例子而已啊 哎 详细讲很多 那么 你修小声的 先把这个 见活 断除 断除以后呢 还有 撕活 撕活 你必须 用功夫 你比如说 我们想 贪求物质啊 贪求名啊 贪求利了 啊 这个 种种的这个 啊 嗔恨心呢 这些都是很难断的啊 你必须要要下功夫 逐渐逐渐的把它断除掉啊 在人家修到 或者断 断到是寿命到了 或升到天上 天上再继续修 天上寿命又完了 再到人家来再修 这个来来后会修啊 其反生死 这个最后断除 见活 断得干干净净的了 这个 挣果了 挣了四国 罗汉了 那么呢 叫做无学了 来修到这个 嗯 学到不 比了耶了 叫无学了 嗯 那么在这个 没有挣到四国之前呢 这个出国 断了净活的叫出国 然后断四国的话 二国三国 从出国到二国三国 这个都叫做有学 还有的学呢 学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 学这个断这个私活啊 断私活 断不了 还要慢慢用功夫 用功自己用功不行 还要找 靠老师 呃 善知识来指导 来学啊 都还要学的 所以在没有挣到四国 罗汉之前 就叫做有学 挣到四国罗汉之后 那就无学了 嗯 无学 真的四国罗汉 怎么样呢 他这个六道出来了 六道出来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一期一期的生死啊 这个问题了了 解决了 这是讲小乘 还有忠乘 忠乘就辟知佛 忠乘呢 他智慧高一点 他呢 他在挣到这个 辟知佛 证了辟知佛 也出了六道 在没有挣到辟知佛 之前呢 他还是有学 这叫二生 有学 即无学 包括这个 二生呢 包括在 挣国 以及没有挣国的 这个 没有挣到 这个最后的四国之前呢 都叫做游学 挣到四国之后 就无学 这个统统的啊 十方世界 这个二生呢 他在 游学 在游学的这个阶段 怎么样求学 怎么样修之 有功德 挣到国位的时候 也有功德 我们看这个罗汉 罗汉他虽然不像菩萨 想对于大众那么讲法了 但是他那个罗汉 一显示出来那种道德 我们一看 自自然然的 就能够跟着学 他这就是一种教化 就是功德 第三句 一切如来如菩萨 这是讲大圣地 修菩萨道理 菩萨 我们这个 在台中道场啊 我们大家都是修菩萨法 大家都是 受菩萨界很多了 受菩萨界 你发行修菩萨 就说是菩萨了 那么菩萨你要用功夫学 一方面修佛法的理论 再来就按照佛法理论 自己去修持 然后啊 自己也尽自己的有多大能力 尽量发挥出来 来劝告人家修佛 你这就是行菩萨道啊 那么行菩萨道 算是我们现在 这个菩萨地位是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在转着 在进步啊 那么 从发心 这个各位都知道 菩萨的有 有三贤位 有四圣位 那这个地位是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很多了 那么一直到最后成了佛了 到了妙觉位的 妙觉位就是正到佛谷了 那就是无学的 那是大神的成佛 那是最究竟的 那么这个在没有成佛之前 这个菩萨呢 不管是出发心理菩萨 或者是这个地位最高 登到地上的那个大菩萨 都是菩萨 三是这个菩萨还没有成佛 这就在阴地 佛家讲阴谷嘛 你没有正谷的时候啊 这个都还是在阴地 正了佛谷的话 就在古地 在阴地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各位 这个大家 你一方面自己在念佛 就自己修自修的功夫 劝告人家念佛 你就是度化众生 自修的功夫 度化众生的功夫 这个都有功德了 那么何况 到了三仙位 到了这个师生的这个师弟位 那的度化众生的自己 那个境界也很深啊 很深了 很高了 那么度化众生的那个 那个能力也大得很 那就功德更大了 这就是菩萨在这个 学大圣在阴地的功德 这就是说 古地成了佛 这哪里更不得了 更不必说了 成了佛 成就一尊佛 哪一尊佛 出世的时候 他度的众生有多少啊 那数都数不清呢 所以这个后面 这个第三句 叫呢 一切如来 如来就是成了佛了 成了这个佛果了 那么这个菩萨呢 菩萨就是没有 正佛果之前的 这一尊 不管你地位在什么程度 什么地位 都通通是菩萨 菩萨的功德 也多得很 这个 这个以上都是释放 释放一切诸众生 释放一切二生 有效及无效 释放一切如来与菩萨 那就是重重无尽的世界 有多少多少的 如来跟菩萨 那《阿弥陀经》里边 讲每一方的这个佛 都是像横河杀树那么多啊 那么多的 佛的功德 菩萨的功德 以及这个六道众生的功德 怎么样呢 所有功德 这个所有也是把他上面呢 一整个一个一个节 一个总结起来 总结上面 从众生到二生 到这个菩萨如来 一切的功德 皆随喜啊 菩萨菩萨啊 都要随喜 随时随时跟着 跟着发欢喜心 发欢喜心干什么 发欢喜心就要跟着血 那么这个功德 有多有少 像这个佛呢 成了佛的功德是最多的 那么将来功德少呢 最少就地狱的 这个众生的功德了 可以是最少了 所有功德 不管是多是少 甚至于少得像地狱里面 那个那种 发一点善心 那种的功德了 维护其维的啊 但是菩萨菩萨 都要随着欢喜 都要随着血 很难的 那个尤其是地狱的 地狱 所以你不要看地狱 那一点点这个功德了 果然我们随喜的话 那这个 我们所得的利益多大 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想法 地狱到的众生 那样痛苦 他都可以启发 下海星人都可以脱离 那个痛苦的环境了 我们在人世间 目前当然是 这个生老病死 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看见了一个恶劣的环境 我们都是感觉到很苦恼啊 但是我们比地狱 哪来好的都 不知道好的 好的多少倍数了 我们如果要发现 那修道的话 我们出这个 出这个六道 那 那好的都容易的多了 这样一想 我们都得利益多么大了 那赶快要修 所以这个 普遍布达讲 不管是多功德 少功德 都要跟着随喜 随着喜 欢喜 随着学 那么普遍布达这样 他是这样随喜 他也教我们所有的 学佛的人呢 也这样发欢喜心 随喜 我们这一随喜的话 那我们所得的功德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 只要这样一随喜 这个 佛法 叫做万发为心呢 我们就是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随喜的时候 我们这延前的境界啊 这个世界整个就变了 不随喜功德的话 我们看这个也不对 看那个也不对啊 都不好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在任何恶劣的人群之中啊 任何恶劣众生之中 我们都能看见 他有善的一面呢 那么绝不会是 这个是 某人对不起我 那个这个心理都没有了 只要没有这些心理的话 好了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世界就更多转变了 这样想想看 我们念佛 这个念头就不会乱跑了 这个乱 这个 这个忘心呢 少了 减少很多了 忘心少得多 我们大家念佛 念着一句一句念的话 自然然的 你就能把这个佛 念得好 能够啊 这个 一步一步 像一心不乱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大定那种境界上走去啊 所以这个 随喜功德 太重要了 我们这一首 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 十八 所有事件当 最初成就菩提者 无尽一切借劝情 转于无上妙法轮 这个十方 还是跟上面那一世界 讲的意思一样的 十方世界 无穷无尽的世界 那个无穷无尽世界 所有事件灯啊 事件灯 灯是什么呢 但比如说我们 不管古时候灯 现在的灯呢 都是照明的了 古是用这个U灯 用这个烧的火 火烛的灯 那么这个 现在是用电灯 这个灯啊 就在夜间 既没有日光 也没有月光 在这个黑暗的时候 这个灯啊 能够照明 那么这个事件灯呢 是个比喻花 拿这个比喻花 比喻佛 对 比喻佛 佛你拿这个 拿这个太阳 拿月亮 比喻不好吗 为什么拿灯来比喻呢 这就说 太阳 月亮 有时候还是照不到的啊 那个灯的时候啊 人家在没有日光月光的时候 他用灯照的 这普遍的 这就表示 佛的这个光啊 这个光明啊 那普道事件呢 这叫事件灯 那么他这个事件灯 说比喻花 他 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夜间 看不见 我们就请这个佛来给我照吧 不是这个 我们众生啊 没有智慧啊 智慧本来是有的 我们正如本性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 本性 本性的就是 万德万能 都是 这个智慧太多了 可是我们就被那些烦恼 啊 贪嗔痴 等等 这些烦恼啊 把它遮盖住了 一层一层的把我们 本有这个能力 本有的智慧 遮了 遮蔽 发不出作用来 那么 发不出作用来 就我们人 这个我们自信是黑暗的 黑暗的是 看不清 这个一切的这个事情 一切道理 那么这个 我们研究佛法 佛讲的这个法门出来 讲这些道理出来 我们了解了 哦 我们这个自己啊 这个心啊 活然开朗了 放了光明了 放了光明 我们原来 对于实现的事情 我们看不明白 现在看明白了 那么任何实现 都有他这个理由 都有他的道理 我们对于任何实现的道理 看不明白 现在看明白了 这就等于啊 佛 用他的光明啊 来 把我们内心的这些黑暗 取走了 照明了 这个实现灯 实现的十方世界的佛多得很 所有的佛 那个实现灯 这是指的这个十方世界的佛 最初成就菩提德 菩提啊 是印度文 翻成中国字啊 就是觉了 觉悟啊 佛学就是一个觉悟 就求觉悟的 我们世界你说哪一门学问啊 当然也是好啊 各种学问都不错了 啊 科学也好 知学也好 啊 科学技 各种技术学问呢 都是有用的 但是呢 都有限制 有限度的 不能够圆满究竟 这个 这个 佛学呢 他是啊 叫我们觉悟 觉悟就是说 把所有的事情都能看得最圆满的呀 不能只看一面的 看得清清楚楚的 嗯 因为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啊 人生的这个 啊 生了死了死了 又生了这个老病等等 这些这些问题 你说世界上这些学问 他他能能解决吗 都不能解决 世界上呢 他的这个 这个 鼓手做大皇帝 现在做美国大总统 其余的总统不必说 他地位也比不上啊 美国大总统权力多大 不管再大 他这个他自己的生死问题 没办法控制 解决不了 嗯 这是他要能够解决 他利用世间的这个学问 利用世间的这个 经验权力 来可以解决 解决不了的 这必得要去 佛学 佛学是个觉悟啊 一觉悟把自己原来 这个迷惑颠倒这事情 通通把他破除掉了 这叫菩提啊 菩提就是开悟的 那么这个菩提 我们现在就是学了 就往觉悟的路上去走啊 一步一步走 你走一步就开分觉悟 到了最究竟的时候 成佛了 就成就了 成就菩提了 成就大觉嘛 我们叫大觉世尊呢 你到了大觉的地位的时候 那生死 一切不但生死能够了啊 整个世界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问题 你都能够解决了 这叫成就菩提的 这个成就菩提的 加上最初 这个最初跟上面呢 一句就有一点分别了 上面叫世间灯的是 早已经成了佛了 成佛已经很久了 这是最初成就菩提的 就是刚刚成成佛的人 就初成佛道的人 就最初成就菩提者 这个菩提不得讲啊 这些十方世界的 已经成了佛的人 已经成佛的人 我菩提不得讲啊 现在呀 一切皆劝请 劝请干什么呢 就是这个任何一生佛 出世的时候啊 都要有人劝请他出来 要表示这个佛法 佛法没人劝 就表示这个没有缘呢 因缘不到啊 佛不度无缘之人嘛 不是不度而是缘分不到啊 佛独动去讲啊 那个众生也不听的 必须要有因缘成熟了 永远的众生 佛这一讲 他马上就相信 就能接受 所以任何一段佛出来啊 必须要有 有人齐请 通常是天人来齐请啊 天上的这个帝王来齐 齐请啊 那么佛言菩萨他说呢 我进一切借劝请 过去的佛 现在成这个成 成刚刚这个成 成就的这个佛 都劝请他 劝请他什么呢 转于无上妙法轮呢 全新分出来是说法 说法就是让 让所有众生都能 觉悟啊 这就是度众生啊 无上妙法轮 我们常常一见到 这个佛家 想啊 法轮常转呢 轮是什么呢 轮是轮 这个轮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 车子上面用了轮 飞机上用轮 轮是转动的 这个 这是比喻的话 说法就像个轮子一样的 他这个轮呢 粘到 一转到这个众生心里边去吧 就能够把众生的那些烦恼 那些种种的这个迷惑 把他轮子一到了 就把他这个碾碎了 破除了 有这样大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轮是什么轮呢 是妙法轮 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叫万法为心 指的是心法 哎 佛讲的这个法 就是要让众生心里开悟的 所以纯粹的佛法就是 就是心理学啊 最高级的这个心理学 让众生的心里能觉悟啊 就这个法 心法 那么为什么叫这个心法呢 心能造万法 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世界 创造好的世界就是我们大家这个 这个众生的心理 共同的心理创造出来的 你要把这个世界要改变坏了 也是由众生心理啊 造成的 那么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这个六道 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就是由六道众生自己造成的 他怎么造成 他心在哪里啊 他就是 老早就把那个环境呢 心理造成了 造成之后 他的命中了之后 就自自然然的 水到渠成 就到了个环境去 你不是心造的吗 那么所以心能够造六种反复境界 也能够同样的造这个 这个圣人的境界 菩萨的佛 佛的境界都能够造成的 要不能够造的话 我们修佛干什么 我们要成哪有成佛的这个 这个 这种分呢 我们所以能够成 这个学就是我们能够成佛了 能成佛还是把我们自己心里一转 一转变 这就成佛 所以这个妙法呢 这个妙什么的 妙就是专门指的 这个 心里能够转 你一觉悟就能够转 他这个法 这种修本呢 妙不妙的 最为妙的 所以这个 菩萨菩萨讲的 那些佛 我一切都全情他 全情他来 转这个无上的 妙法轮 我们普通 这个 菩萨说的法 也是法轮 但不是无上的 佛总说的法是至高无上 没有 未必他再高的了 就请佛来转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妙法轮 这个妙法轮 一转一说出来的话 多化众生 大家的这个 众生的心里啊 都能得到这个 这种启发 能够开悟 能够修持 这是啊 请佛 转法轮的 这一个大愿 这个大愿呢 在十个大愿这种都是一样的 这个愿也是无穷无尽的 主佛若遇事 逆斑 我喜至诚而劝请 我也九度 差尘节 利落一切 主众生 这边 请佛 那么指的一切世界的 一切的佛 若遇事 涅槃呢 涅槃是什么 涅槃是印度文 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 正确的翻译啊 就是灭了 生灭的灭了 灭什么呢 把所有的烦恼 生死 这个假象呢 全部灭掉了 灭除了 整个智慧 光明 全体的 这个圆满的 透露出来了 这叫做灭 叫做涅槃 那么 在 这个 旧的 早期的翻译 把涅槃翻译 一个镭子 或者叫灭度 灭度 就是把烦恼 灭干干净净的 度 度化 度到这个 这个 这个 佛的地位 到后来的 这个 后期的翻译呢 翻译叫做 圆基 这个 圆基的意思 还是这样 圆是圆满 一切的功德 智慧 都圆满 具足了 那么 基呢 也是 把所有的 生死 这些假象 就翻译 全部都是 除不掉了 那么 这本来的意思 如此 可是后来呢 一般讲呢 清的涅槃也好 清原觉 这个 圆基也好 灭度也好 都认为呀 就不在世间了 看不见了 好像就是 永久 不在世间了 这是不了解 真意的 真意就是 涅槃呢 他是 人家 在这个世间 永久存在的 人家在不供我们 散佛啊 这个诸佛 他在世间 受罚度众生的时候啊 他有姻缘 姻缘 到了 他就出现了 一般这个 受 接受教化的人呢 就看得见了 因应是 这个不存在了 他就是 佛啊 就转变一个环境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反复看不见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方便的说是叫 涅槃 涅槃就不住在世间了 所以他试着涅槃呢 试着就是 这个 显示出来 显示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 成佛 然后说法 度众生 说了几十年 说法四十九年 到最后啊 要实现涅槃了 要 要离开 这个环境了 这叫涅槃 其实呢 释迦牟尼佛啊 并没有离开 永久在世间 所以在这个 水朝 智哲大师 天台东的祖师 智哲大师 在定东一发现 一看 一如定的时候啊 他看见 释迦牟尼佛在临上 还在临上一会 还言然未散呢 还在临上 那个那个道场 还在继续在 跟那些大弟子 在讲法 不过我们 反复 我们看不出来 就是 所以这一句啊 讲这个 读佛 假如要想着 实现涅槃 为我们一般学生 看不见 以为他要 不住在世间的时候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假使诸佛 要实现涅槃的时候 那么就是我们凡夫 所说的 要离开世间了 佛不在这里 说法了 那么我习至成而全情 父亲不再说 我统统的 不管是哪一身佛 有实现涅槃的时候 我用至诚恳切的心呢 来劝勤他 劝勤佛怎么呢 还要继续 继续在这个世间 说法 来度化终生 全情留在世间 留在什么程度呢 我愿 久住 不察尘节 愿 愿所有的佛 不要 不要入涅槃 不要入涅槃的话 愿他是 永久的住在 永久住在世间 住到什么 时间多么长呢 节 节就是表示这个时间的 时间的长度 一个节 有小节 有中节 有大节 不管是小中大节 都是我们算起来 都是遥远的 时间长久的很 计算就计算不清楚的 那么 一个节 有多少个节呢 差成节 差是佛差 把那个佛差 就是每种佛教化的 这一个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把三千大千世界 磨成像围城 那么样的西 每一个围城 就代表一个节 一个结束的时间 那你说想看吧 那个节有多少 一个节的时间 长度我们就 具存不清了 把那具存不清的节 做一个单位 比喻像差成那么多啊 那么愿意的佛呢 住在世间 就有那么长的时间 换句话说 就永久了 简单的话 就永久 不愿离开这个世间的 永久不要离开世间 最重大苦 就是生死不断了 在六道轮回 轮回 生死不断 这个是没有任何苦 彼此上这个苦啊 得到这个利益就是说 让解决这个问题 脱离这个六道 生死轮回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修这个特别法门 你也法门 你也念好了之后 就能够往上到基督徒世界 一到那个 就是离开这个六道了 这个利益 多么大 就是 情侯永久的住在世间 让这个众生啊 能够得到一切诸众生啊 一起住众生 不但我们人家的众生 人道众生 六道的众生 不但六道众生 那个小城 忠臣 小城忠臣 他虽然是离开六道了 除了六道生死 但是他还有 六道生死是分段生死 除了六道的时候 分段生死 一段一段是问题解决了 还变异生死啊 他还没有解决了 那还是要 所以说是一切都要 让他能够立了 这是普行普达 法这样大约 就是 请佛住世 请一切的佛 永久住在世间 在离一些众生 释迦牟尼佛 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尽管是祖师 在定中可以看到 我们反复啊 没有那种功夫 我们看不到 但是道朝里面有佛像 还有经书在这里 还有法在这里 我们这个肯严研究 就是 请佛住世 而且最特别的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我们佛现在 正在西方基督世界 在说法 那么我们 自己发心 到基督世界 要确认到基督世界 这个 就是请佛住世 我们自己 到佛 有佛的那个 有佛法的那个 那个世界去 这就是大佛 这个大愿啊 所以这几个 就是今天所讲的 这个 第五 第六 第七 这些大愿 每一个大愿 都是 重重无间的 我们以这个愿 来帮助我们念佛 我们愿就是 真正是大愿了 那对于我们 这个念愤 求神净土的话 那一定是能够成就的 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